大家好,我们秋海棠已经给大家讲了,怎么画,是什么样的结构,那么现在画它的叶子,它的叶子也非常特殊,它叶子也是一个桃形的,芯形的,我把结构给它画出来。 叶子非常的特殊,带个尖,然后呢,它这个金呢,叶金很有意思,它这个叶金呢,有个主叶金,有个分叉,然后分叉上面呢,还有个小叶金分开。 这是它的这个叶子的结构,那我用墨开始,用颜色画,它这个叶子一到秋天的时候也泛点红,紫红,那么首先呢,把这个绿色调出来,花青加藤黄,调出绿色,调出绿色。 调到绿色,调到笔根处,一定要调到笔根处,一定要调到笔根处,一定要调到笔根处,笔平放在那儿调,转着笔调,然后注意哈,我们要用颜色哈,然后薯红,朱砂,然后我们再调这个朱砂,笔立起来调到笔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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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笔头来点鼠红,调到笔度,好,注意哈,我现在立起来,然后呢,我们笔尖淋化的时候,蘸点胭脂,这样它的颜色呢有个过度,好,你看我用笔哈,把叶子画出来哈, 看啊 往后面 一定要把那个笔度 笔头要用到 好这是一个叶子 一个方向的叶子 我们再来一个 我们可以再来加点水 然后再加点笔尖上加的颜色 我们再来一个 我们可以从笔尖化 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哪呢 还可以从笔头加水 从这个叶子的这个尾部 尾部化 就是它这叶子的 头起来点 始终要加胭脂 好这是一个 我们再看能不能再画一个 没有颜色了我们再调出来 再调着绿色 调到笔根 调到笔根 朱砂 笔度 朱砂笔度 鼠红 笔头 然后腌脂 笔尖 这个颜色就特别特别丰富 特别丰富 我们再画一个往这边 这个是往这边的 我稍微修一下 这个往这边了 你看啊 这个笔哈 一直在往后做啊 一直往后做 一定要把它的颜色给画出来 把颜色画出来 好 你看这个尖 好 我们下面呢 用墨 用墨 用墨呢 把一斤给勾出来 这个不用等它干了啊 勾的时候不要等它干掉 一干就不好勾了啊 不要等它干掉 然后我们勾液筋啊 勾液筋 刚才我说了哈 它的液筋很 很有意思啊 写小字啊 写小字 你看 写小字 这个液筋 不要都在中间啊 这个液筋 它有方向吧 对吧 你看 这个 这样 写小字 随意点 写的时候 你看这个是往这儿啊 这样 先把它主液筋勾出来 主液筋 副液筋 你看 好 这 秋海棠叶子就画好了 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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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